说起郑泽世,出道以来郑泽世以一身肥旁的形象诗人,以精湛和具有火候的演技建称,他凭借肥猫这个角色火遍大江南北,大家甚至都已经忘了他的名字,只记得肥猫这个称呼,因为这个角色,郑泽世还被称为傻子专业户。 从外表看来,郑泽世既不英俊又不潇洒,可以说完全没有明星款,但是胜在有特色,与众不同的身材,憨厚可屈的模样,在喜剧界大受欢迎,入行第二年就当上了男主角。 此后数年历,郑泽世的片约源源不断,接连出演了几十部喜剧片,一度成为香港片酬最高的喜剧演员之一。 郑泽世更是凭借该作品,夺得第五届香港吉祥奖最佳男主角,和评审团大奖两项重要荣誉,而周润发是第六届的影帝,聚集两人是好朋友,在事业上也相互的帮衬,他比周润发更早获得认可。 之后身价翻了好几倍,事业也是风生水气,手里有些钱后,肥猫开始创办影视公司投资电影,没想到投资失败,肥猫四处借钱,很多人都找借口推脱, 其中就包括周润发,后来郑泽世表示,落魄了千万不要找你的好朋友借钱,如果你的好朋友想借给你钱,肯定会来问你需不需要。 无奈之下,郑泽世只好编卖自己的房子等财产,还有传闻说,郑泽世公司前来张卫健捧红他,在郑泽世落魄时,张卫健不仅不为公司出力,还要求解约,让起父亲片酬,借郑泽世一句话说,娱乐圈是没有真朋友的。 其实每个人一生中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挫折,作为朋友的我们,能尽一份微薄之力的能出钱的出钱,能出力的出力,都尽量去帮助困难中的友人。 yncσα起来,乐陆星庄的编 reserve会保持人.